作词曲 李宗盛 尊敬的大和尚 各位法师 尊敬的诸校长 各位同修大德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昨天我们学习到下辈往生 在三辈之中 下辈往生 看起来是最容易的 实际上 这也是给所有众生做一个承诺 只要众生愿意 阿弥陀佛对任何一个众生都不会舍弃 所以下辈往生的标准放得很宽 虽然这里面没有讲五逆十恶也能往生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下辈不包括五逆十恶的话 那么这些恶逆众生到哪里去往生呢 难道是中辈上辈吗 所以下辈往生之中 收尽一切众生 哪怕之前曾经造作一些恶业 最后能够回心向善 发愿念佛 都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这是在经文中所包含的义趣 虽然经文中没有明说 这个意思都包括了 所有众生只要愿意去 至少下辈往生 人人有份 对于我们来说 信心要更加坚定 力争上辈不行 还有个中辈 再不行 下辈 就没得说了 比如说下辈也不行 那就是自己不想去 没有理由说下辈也不行 所以下辈的标准 没有说修功德之类的经文 这些都不能做 没关系 就发心念佛 欢喜念佛 愿意往生 这就足够了 其人灵命中时 跟上辈中辈一样 灵命中的时候 佛会来接应 但是下辈往生 经文是这么说的 此人灵中 梦见彼佛 用一个梦 梦见 可能有人会想 梦见 是真的还是假的 听说有不少同修 做梦会梦见佛 梦见佛总是好事 往生的时候 是不是梦见呢 所以这个地方要说清楚 这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平常我们梦见 确实是在做梦 虽然是做梦 能梦到佛 这也是心与佛相应 要不然梦不到佛 灵命中时 下辈往生的念佛人 因为功夫 没有上辈和中辈 那么高 所以 见佛的途径 当然不是像上辈和中辈 或者在定中 或者是亲近心中 所以 只能用一个梦子 来说明他的境界 也就是说 不像上辈和中辈那么殊胜 上辈和中辈 就是眼睁睁见到佛来 下辈呢 眼睛闭上 似碎非碎 见到佛 但是这个佛是真的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跟一般情况下 所做的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梦见 并不是说像平常做梦一样 也有一种情况 海门有往生的时候 提前在梦中 佛来告诉他 这是欲知实质 这是欲知实质 但临命中的时候 佛来接引 一定是 真实的见到 所以梦见比佛 并不是像一般人理解的 这是在做梦吧 有一些不了解佛法的朋友就说 你们都在做梦 灵命中的时候 这是人的大脑混乱了 看到这个看到那个 全部都是幻像 是幻像也没错 凡所有像 皆是虚化 什么像不是幻像呢 但对于凡夫众生来讲 这些像都是真的 因为凡夫众生 着像 既然着像 所有的像都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 它就会带来不同的感受 你说地狱是虚妄的 地狱的像确实虚妄啊 也是虚妄像 但是地狱众生他要受苦 因为执着嘛 净土 按照这个理论讲 也是一样 所有的像 都是虚妄 这需要对真相了解的人 说这个话 才可以 对什么人呢 明心见性的菩萨 等这个话 我们只是听说这个话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也有一些 读了几天《金刚经》 看了几本禅宗的书 认为自己好像开悟一般 就说你们念佛人着像 着像是着像 一点都没错 难道他就不着像吗 他要不着像 他就不会说念佛人着像 他很执着念佛人的像 凡夫哪有一个不着像的 念佛人所用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像 取代百千万个像 而且这个像 非常善巧 它与自信相念 是阿弥陀佛真如本尽 所显现的 真实功德 所以那个虚妄像 它就是真实像 这叫不二 妄像和真相 原本不二 这是凡夫不明了这个真相 所以临命中时 佛真的会来 往生极乐世界 也真的往生了 不是在做梦 也不是头脑混乱了 是确有其事 从世上讲 往生是真去了 佛真的来了 从理论上说 生则决定生 去则实不去 去则实不去 就是从理上讲 到极乐世界去了 真的去了吗 其实极乐世界 不出我们心性之外 既然都在心性之中 哪有什么来去之分呢 就好比我们都在这个念佛堂 你从这个念佛堂到念佛堂了 这个话说不通吗 语句不顺吗 到另外一个地方说是去 我本来就在这里 净土本来就在自信当中 现在只不过是转换一个频道 就像电视机的画面一样 都在这个屏幕上 但是有很多频道 一二三四五都不一样了 按一下画面不一样了 画面真的变了 但是屏幕没有变 还是这个屏幕 念佛人往生就是这一种情况 画面换了 换成极乐世界了 实际上还是在当下 不理自信 这是从理上说 但是在事项上 确确实实境界不一样 转六道轮回为极乐世界 哪怕是下贫下生 这一往生 也是彻底的脱离轮回 所以看到梦见彼佛 不能有一种误会 那是不是在做梦啊 这是真实的 绝不是寻常的梦 所能相比的 义得往生 佛来接引 随佛愿力往生净土 功德智慧 赤如中备则言 下贫往生 在品位上 在功夫上 跟中备相比 都差了一点 中备往生 至少他有相当的修行功夫 下贫呢 并没有强调修行功夫的问题 只说发心专念 只说不要怀疑 只说呢欢喜的去念 欢喜信要 这就可以了 那么更详细的内容呢 经文上就没有说了 这里说的只是原则 所以我们需要补充说明 补充的经文在哪里呢 就是观无两寿佛经 九评往生章 下评往生 观经 下评往生 善道大师说 下评往生 欲缘不同 遇到的是什么缘呢 是欲恶凡夫 就是下评往生的念佛人 平常遇到的缘 不怎么顺利 恶缘居多 而且他又不善用心 所以在恶缘中 就随顺了 造出恶意 他也并不是说真的那么坏 但是他遇到恶缘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 近诸者赤 近墨者黑 他遇到恶缘 于是就随缘造了恶业 可是连命中或者最后几年 他遇到不错的缘 有人劝他回头 他真的迷途知返回过头来 这种情况 一般在下评往生中多见 这样的历史呢 自古以来也有不少 以前我们常常听过 张善和往生的历史 唐朝有一位张善和 张善和居士 不算居士其实 他都没有皈依 一生杀牛为业 他的工作就是杀牛 天天杀牛 灵命中时 很多牛头人 来找他要命 他很害怕 就请他太太到道场里面 请个师父 来帮帮他 正好有个师父路过他门口 这是他的缘 太太就把师父请到家 问师父 怎么办 这个师父呢就跟他说 你这个情况啊 别的方法都来不及了 这样吧 你赶紧念佛 按照《观无量寿经》上讲的 五历十恶 临终十历 都可以往生 于是点了一把香 让他拿着 吸引他的注意力 告诉他 你现在就大声的念阿弥陀佛 他就大声的念 念了几句 他就跟师父讲啊 地狱不见了 牛头人也不见 这就是《观经》上讲的 地狱蒙火 化为清凉风 吹诸天花 花上皆有化佛菩萨 如经上讲的一样 师父叫他接着念 他又念了几句 就说阿弥陀佛来了 已经给我莲花 我要随佛 往生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前后也不过就十几句 在跟《观无量寿经》 《夏品夏生》 所讲的完全相见 《夏品夏生者》 所以哪些人呢 这些众生 没有惭愧心 没有羞耻心 五逆十恶 全部都做 就是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坏事 他都做了 他做的坏事 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到的 我们认为的坏事他做过了 我们想不到的坏事 他也做了 就是这样一个大恶人 在一般经典上 这众生肯定堕地没得上量 但是在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慈悲的悦力 其作用 不会舍弃的 只要最后时刻 他肯回头 佛不舍弃的 什么叫大慈大悲 那有人说了 这岂不是便宜他了 我们不想便宜他 有谁想便宜我们吗 我们以为过去生中 造作的恶业少吗 我们不肯原谅 其他的恶业众生 那么恶业就不肯原谅我们 在六道中 每一个众生生生世世 造作的恶业 不计其数 普贤菩萨行愿评里面 讲得明白 菩萨自己 以自己为力 普贤菩萨 以自己为力 从我想过去生中 无量节以来 从贪嗔痴发生口意 所造作的这些恶意 无量无边 无法用言语去描述 菩萨举一个例子 假如这些恶业有一个体积 就是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像物品一样 哪怕一个恶业很小 小到像微尘那么大 无量节以来 我们所造作的恶业 堆积在一起 整个虚空容纳不下 禁虚空界不能容纳 这是假设 假如我们过去造的业 可以算 可以用数目之算 可以用体积去衡量 或者拿上去称一称的话 整个虚空都容纳不下 还好只是假设 事实上呢 事实上恶业没有自信 它也是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的 正因为恶业没有自信 所以才能掺除掉 如果恶业是真的 我们就玩了 我们还学什么佛 还修什么行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明理 恶业也是虚妄 但是众生在迷的时候 恶业就起作用 所以掺除恶业的有效做法 就是觉悟转观念 一念觉悟 认识到恶业当体即空 不再执着 那么恶业就不见 恶业不是真的存在 但是这一念转过来 相当不容易 恶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阿弥陀佛呢 提供一个方便 就是众生无法觉悟 不能把业障颤除干净 没关系 只要这个众生遇到阿弥陀佛的远 阿弥陀佛 以红身的誓愿 直接从轮回中 把他带到尽头 这些恶业呢 这些恶业也带着去 就像那个张善和 杀了那么多牛 造了那么多恶业 跟着佛到尽头去了 有人说那些牛怎么办呢 牛也可以到尽头去 如果那些牛想明白了 也跟着到尽头去 不是一起操生了吗 如果这些牛 就是所谓的这些冤家 他想不明白 那他就在这边等着 自己受苦 痛苦是自己愿意的 人说这不公平 其实在轮回中 这样的事情 反反复复 没完没了 举一个例子 这一生 人杀牛 或者人杀人 彼此结了恶缘 张三杀了李氏 李氏不服 下一次回过来再杀张三 张三不明了 认为你干嘛要杀我 我前辈子又没得罪你 其实他不知道 前辈子杀过他 但是在轮回中 大家都忘记了 所以张三又不服 他再一转世说 我还要再杀你 他不知道 第一次就是他先杀人家 但是在轮回中迷了 迷了总认为自己吃亏 所以就变成循环 这个循环 如果没有一个先觉悟 就没完没了 一直纠缠下去 谁先觉悟 谁先解脱 没有谁吃亏谁占便宜 一直循环下去 两败俱烧 谁都不得不得解脱 痛苦大家共同承担 这样一来众生到很情愿 我不想快乐 他也别想快乐 反正我要整死他 我整死他 他再来整我 我也愿意 这个就是众生迷惑颠倒的地方 这个张三和往生净土了 他到了净土 他就有慈悲心 他就发愿度众生了 他肯定要成愿再来 去帮助这些 他曾经伤害过的众生 所以这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并不是说 我把这些债务关系 就放掉 不管了 我就抵赖 不是这样 现在我确实没有能力 一一的去偿还 我先到净土去 到了净土 回过来之后 我有的是能力 有的是时间 而且也不用再担心 会堕落轮回 所以先到净土去 这是念佛法门所说的 代业往生 哪怕下品下生 造作无力时而极重的业 同样可以代业往生 这并不是说他的业颤除干净了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因为还有一些同学认为 你的业没颤除干净 你就别想招 于是吓得很多念佛人 说完了完了 我这么多业怎么办呢 如果能颤除干净 你还往生干嘛 业颤除干净就成佛了 就不用往生了 正因为我们的业 没有办法彻底颤除干净 所以要代业往生 道理在此地 业颤除干净就是佛 圆满的自性恢复了 等觉菩萨以下 这些业都没有彻底干净 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 生相无名未破 那就是业 所以这个说法要斟酌 否则就让很多念佛人 产生一种恐惧心理 我造了这么多业怎么办呢 极乐世界又去不了了 很害怕不用顾虑 以前无论如何 造下很多业 我们无知也好 我们余次也好 或者我们故意造的也好 反正已经过去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认识到 尽量的少造恶业 这是要认识清楚的 也不要听说 原来再多的业都可以往生 那就可以放行了 以后该造什么还是造什么吧 这就走另外一个极端了 以前的业 可以带 以后的业呢 尽量少带 这样一来 表示出我们真正有心 求上进 有心向善 那么才会感得佛来见 这些地方 对于念佛人来说 都很重要 因为有些念佛人 心里面有这一方面的顾虑 担心自己业障重 念佛功夫不够 或者因为某一方面的原因 而不能往生 其实这些才是真的业障 这些想法是虐障 不要顾虑 能不能往生 不在别的地方去看 只在我们这一生 愿意不愿意 从这一点看 大家愿意吗 真的愿意啊 就把这一种愿意的想法 不断的放大 加强 很强的愿往生心 弥陀经上说的 以愿则以生 今愿则今生 当愿则当生 以愿 就是过去这些念佛人 他们已经完成了 我们今天算是哪一类呢 今愿 今愿则今生 这个今生就是这一生 或者有可能就是今天了 总而言之 这与我们的愿心相近 显示出阿弥陀佛很通情达理啊 到极乐世界不是逼着大家去的 要愿意 那要让大家愿意 必须要跟大家说明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要说 就是让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 明白之后 原来是这样的 我愿意去 这就好了 这是讲经说法的目的 愿 是我们现在培养的重点 信心呢 我们昨天也强调过了 从此以后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信心不动摇 接下来我们培养这一种强烈的愿往生心 就像偶艺大师说的一样 千圣麒麟遮不住 前面有一千尊佛出现 挡着 极乐世界你不要去不要去 挡不住 非去不可 万牛共挽 不回头 后面有一万头牛拉 拉不住 一万头牛是什么 就是牵挂 就是执着 牛比喻什么 牛比喻执着啊 牛很倔强啊 比喻人很固执 比喻我们内心的牵挂执着 现在明白了 那些不值得牵挂 不值得执着 要把它放下 有再多的牵挂和执着 咬一咬牙 放下 舍不得 舍不得 也把它放下 因为最终都要舍得 哪怕再难舍再难分 最终都要无奈的舍得 还不如早一天想明白 知觉一天 对念佛人来讲 这个强烈的愿 愿往生心啊 要强烈到这个程度 重令虚空有时尽 假如虚空有尽时 其实虚空无尽 这是假设 哪怕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啊 这是发愿的时候常讲的 我此持名 永不休 我这种求生净土的信愿 和念佛的行持 永远不会停下来 表明念佛人坚定的信愿之心 和精进的行持 这是偶一大使一代祖师 为我们做榜样 念佛人要常常培养 这样一种强烈的愿往生心 换个说法 好懂一些 就是要把念佛 要把往生当作兴趣去培养 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爱好 念佛是我的爱好 学佛是我的爱好 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全部 之前自己有过什么样的遭遇 或者造下什么样的恶业 有什么过失 统统把它翻过去 不要放在心上了 从今天开始 新的一页掀开 过去种种 譬如昨日是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我们的法生会命 从这一刻活起来 学佛人 要有这样一种信心 愿力 这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不要总是挂在口上 业障重啊 我不行了不行了 越是这样 业障就越重 佛不念 天天念业障重 业障重业障重 业障真的就越来越重了 心想事成吗 天天念业障重 业障就越来越重 既然知道业障重 就越忏悔 看到其他造恶业的众生 我们现在换个态度 也学着去原谅他们 学着像阿弥陀佛一样 用一种慈悲心 去包容他们 祝福他们找一天回头 果然哪一天回头了 我们可不要想便宜他了 他还没受报 怎么就往生了 不要这么想 祝福他 这个众生早一天解脱 哪怕是所有人都不原谅的人 我们也要学着去包容他 这是学佛人应该有的一种信念 尤其是念佛人 阿弥陀佛是这样对待一切众生 假如这个众生是我 我造了很多恶业 我犯了很多错误 我也很希望所有人都原谅 所以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对已经造作恶业的众生 要给他们回头的机会 这是在下评往生中 都已经包括了 整个净土法门 其实最殊胜的地方 就在下评 也就是说在下辈 还不是在上辈 上辈呢 是修行人最殊胜的成就 但对于多数众生来讲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上辈往生 所以对于多数众生来讲 下辈往生 实际上 最具意义啊 他将一切众生全包括了 所以下评下生 是古来的祖师大德 最为赞叹的一段经文 查遍大藏经 再找不到类似的经文 一个造无逆十恶的众生 马上就要堕地狱了 你有什么方法 让他不堕地狱 而且保证成佛 你说我给他讲一部 苏圣的经 给他念一个了不起的咒吧 来不及了 一二三他就断气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有用了 就叫他念阿弥陀佛 乃是他口里面都不能念 有这种情况 叫他念他念不出口了 你跟他说 假如念不出口 你心里面就想 想阿弥陀佛 只要你有这个概念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 经上是有这么说的 就是有众生灵命中始 他念不出口了 念不出口怎么办呢 他就做有佛想 心里面就想阿弥陀佛来接我了 很专注的想 阿弥陀佛就真的来接他 多么似的呀 他在一往生 那不就等于成佛吗 因为一往生永不退转 决定一生原成无常佛国 所以这是真正的放下屠刀 原成佛道 这是净土法门的超胜之处 平常看不出来 这个时候才显示出法门的超胜 所以对于我们多数念佛人来讲 我们完全可以放下心来 这一生念佛 人人往生有份 万修万人去 不过大家也不要听说 往生人人有份 今天回家可以睡大觉了 这是让大家呢 在心态上 慢慢的 做往生想 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那么恐惧 不要把能不能往生 当作一种压力 我现在就做往生想 就好比什么呢 我也不管结果如何 反正我现在就这么想 我肯定往生 从心想生来 那将来就肯定往生了 你现在就想 我可能不能往生 那将来可能就不能往生了 所以先把观念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 接下来念佛就很安心了 用一种往生的心 已经往生的心 肯定往生的心 不让我往生 我也非往生不可的心 去念佛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多强调一点 让大家在信心上 愿力上更加坚定 念佛呢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把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下去 把这种习惯呢 广泛地用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处世 处世带人接物 心心念念 不理阿弥陀佛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衣食住行 念佛堂 厨房 道场 家里 都不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就是为了念佛 这是念佛人的全部 念佛即是生活 生活即是念佛 念佛跟生活融为一起啊 这叫不二法门 大家看的很多道上写不二法门 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 学佛跟生活不二 这不就不二了吗 这一点比较现实 因为现在不少朋友 虽然也学佛 把佛法跟生活对立起来 这就二了 变成两个了 实际上不二 学佛是为更好的过生活 对念佛人来讲呢 生活是为更好的储备 往生的资粮 所以这不二的 明了之后就会很欢喜了 每一个众生 只要有缘遇到念佛法门 只要愿意往生净土 至少下辈往生是人人有份 完全可以放弃 假如不能往生呢 或者念佛人念了一辈子 最终也没往生呢 一定是出了问题 哪个地方出问题呢 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信心出了问题 信心不够蠢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高兴的时候信心百倍 倒霉的时候信心完全上市 这也是我们昨天举例说明的 信心出了问题 信心不能够相续 若存若亡 就是偶尔有偶尔有没有 这一种情况 也有些念佛同修会出现 信心呢 犹豫不决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的好像还比较普遍 半信半疑 是一多半信呢 还是一多半疑呢 也是不准 有的呢是一多半信 一小半怀疑 我也信 可是有时候想想 也有点怀疑 半信半疑 有的呢是一小半相信 一多半怀疑 我有一点点相信 可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是怀疑 半信半疑 这会障碍念佛人往生 信心一定要坚定 要说服自己 你说有些我确实很想信 可是确实生不起信心 怎么办呢 可以用两个办法 一个是多听经文法 断疑生信 另外一个 多念佛 佛前求佛力加持 忏悔业障 疑也是业障 根本烦恼啊 贪嗔痴慢 后面就是疑 所以疑也要忏悔啊 不要认为自己会疑惑很厉害啊 疑是根本的 还有些同学说了 那为什么禅宗讲 小疑则小物 大疑则大物呢 这要弄清楚了 教学的方法不一样 禅宗那个疑 是一种疑情 其实它是一种启发 并不是真的在怀疑 那是善知识 给学生一个考题 你抱着这个考题 好好去研究 那是一种疑情 它的用意呢 其实跟念佛一样 是让你在这个问题上 把心安下来 你就天天思考这个问题 天天参就这个问题 参到一心不乱 豁然开悟 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其实用功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而念佛法门呢 一开始就强调不要怀疑 这样心才能安下来 同样是安心 所以不要把这两个法门混到一起 这是教学的方法不同 但是最终的效果是 异曲同工的 都会收到类似的效果 那现在我们讲念佛 当然要有念佛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怨 怨心出问题 所以我们要多强调怨 因为有时候 我们认为的怨 是这样的情况 跟信心一样 半信半疑 怨呢也会半怨半不怨 极乐世界大家要去吗 看一看有没有人回答 看看周围很多人回答 那我也赶紧回答 看看旁边没人回答 我也就不回答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自己并不是真的很愿意 看看别人愿意 我也就愿意吧 看看别人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了 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愿 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那这样一来 这个愿就不强了 大家都愿意 于是我也愿意 大家都不愿意呢 我也不愿意 这样一来大家都在互相看 于是变成互相靠 靠到最后全部都倒下 谁也靠不出 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 哪怕所有人都放弃 说极乐世界我不去了 我去 要有这样坚定的愿意 发自内心的 很真诚的在佛前发这个愿 其实我们这个念头一顿 佛就知道 真正愿往生净土 对这个世间的一切 态度上就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对待这个世间的一切 就会看得很平常 这就是古人说平常心是道 什么叫很平常呢 世界很好 不错 世界很乱也不错 这个人好也不错 那个人不好也不错 都不错都很好 好比什么呢 我们出去旅行 出去旅行到哪里 那里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来欣赏 我只是来走马观花 我并不是要在那边常坐 所以那边的一切 我并不会把它真的放在现场 我遇到呢 当然也会打招呼 我也会客气客气 该做什么我还是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过客 我不会在这边 长久的住下去 所以在心态上呢 就会很轻松 这就是所谓的自在 所以古人说念佛人 要有这样一种观念 我们在说佛世界是做客 而且这个做客的时间 也不是很久 我已经预定了 若干年或者今年的哪个月 飞往净土的航班 我都已经预定好了 所以在此之前 我就当着跟大家道别了 一一的跟大家 把关系处好 之前曾经结过厄缘的 主动的道个歉 免得结来世怨 这是真正念佛人 愿往生心生起来 要有的态度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这个时间的一切 我不会过分的执着 看到众生受苦 出于慈悲 为这些众生祝福 为这些众生回向 有能力尽力的给你帮助 但是我们现在反复 没有办法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 离口得了 所以我还是要到净土去进修 这两者并不矛盾 带着这种慈悲性 随佛往生 到那边进修 不因为这个世间任何因缘 而产生牵挂 这是真正的愿往生心 有人说假如是为了利益众生呢 假如真的是有这样的慈悲性 为利益众生 那斟酌情况 什么叫斟酌情况 确实这个人留下 能够给众生带来很多的利益 那不妨留下来再多陪众生几年 也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 是贪生怕死留下来 那就不是留下来 那是想走也走不了啊 所以这观念上不一样 真正愿往生的人 他在心态上就会把世间看得很平淡 他这一次来就准备潇洒走一回了 他就是在这个世间旅游 游行自在 念佛人要有这样一种心态 就不会看这个世间生那么多烦恼了 这个时候或许能够慢慢理解 为什么过去的这些古大德 他们有时候 看待这个世间的很多 是是非非 那么自在 那么坦然 那么无所谓 有时候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比如有人来说好 有人来说不好也好 我们就觉得这老修行是不是有问题了 他正好是没问题了 因为这些跟他都不相干 他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倒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很执着很计较 于是生下太多太多的烦恼 这是愿 我愿往生净土 我不愿意搞轮回 我愿意到净土去学觉悟 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继续迷惑 所以这个月我们要让他加强 那么有一些念佛同修呢 这一方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挂岸 老同修也不例外 这些老菩萨老人家 虽然在这边念佛 家里面有很多牵挂 以前牵挂儿女 现在儿女长大了 牵挂儿女的儿女 也说的很伟大 我要培养下一代 儿女的儿女就是孙子辈的 把孙子培养好了 又发现不行啊 他还有下一代 你要这样期待下去 那就子子孙孙 没完没了 心态可以理解 很多老人家抓不住儿女了 儿女长大了 成家立业了 于是就抓住孙子 心里上有个依赖 说的好听是照顾小孙子 其实呢 是让小孙子照顾自己的精神 让自己心里有个依赖 是两者互相依赖 慢慢的小孙子也长大了 这个时候抓不到依赖了怎么办 你不能不考虑的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比较拐用 老人家要有个依靠 儿女孝顺很好 儿女孝顺正好念佛 儿女那么孝顺呢 你还担心什么 儿女不孝呢 儿女不孝更好念佛 儿女都不孝了 你还想她干什么 不觉得这个很颠倒吗 这个很多人呢 就是在观念上转不过来 儿女孝顺 那你不用担心了 孝顺的儿女有好的前程 她又懂得照顾你 你还担心什么 儿孙自由儿孙福 不必为她多担忧 儿女真的不孝顺不听话 不孝顺不听话 你白养她了 你还担心她干嘛 投资了二三十年 都白费了 你还指望还会有什么回报吗 所以儿女不孝正好念佛 儿女孝顺呢也正好念佛 这是过去莲哲大师教我们的 很多人把这些都当作是借口 是障碍 实际上你想明白了 这些都是帮我们修行的 家庭很和睦正好念佛 这么和睦的家庭 你不念佛不学佛 将来如果出现意外 产生烦恼 这都很难说的 那岂不是很困扰吗 正好学佛 大家都学了佛 这家庭就一直和睦下去 那家庭不和呢 家庭不和也正好念佛 他都不爱你了 你还爱他干嘛 正好来念佛嘛 不是 想明白一点嘛 做生意 赚钱了 赚钱了正好念佛 你有闲时间吗 有这么有福报 亏本了呢 亏本了也正好念佛 你这边痛苦也是很无聊啊 来念念佛 至少心里有个安慰 人也会更冷静一些 而如果真的 对这个世间的种种财富利益 看淡了 那完全可以换一个生意去做嘛 换什么生意 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生意 就是成佛的生意 你看人家释迦牟尼佛 以为人家放弃了国王 很多人以为这样做好像很傻 不理解 释迦牟尼佛想的比我们高龄多了 因为国王有什么好留恋的 要做就做大法王 放弃一个小国家 统领三千大千世界 这哪里是一个凡人能想象得到的 格局不一样啊 所以世间人呢 总是用这一种世俗的狭隘的观念 去定位自己的人生 其实 纵然实现也是无常的 果报非常有限 现在我们站在整个宇宙的 这样一个宏观视野当中去看 我们有非常远大的理想 而且有这一生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 所以聂佛人 我们现在要认识到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在做一件宇宙中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生产佛 聂佛堂就是造佛工厂啊 那我们朱校长惠平法师就是这个工厂的管理人 大家进来就是进来加工成佛 这个产品将来可以到宇宙中去推销 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 永恒的价值 把我们一个凡夫 而且即将报废的凡夫 即将报废啊 年税越来越大 社会没人要了 是不是即将报废啊 即将报废的凡夫 再加工变成宇宙中最有希望的产品 这个才是真正的希望工程啊 所以聂佛人哪怕是老人家 对自己要充满信心 不要总是觉得老人家了 不行了 被人嫌弃了 没希望了 不要这么想 观点一转 这位老菩萨才是最有希望 是离极乐世界最近的 成佛最近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认识到之后 不往生这个事情 就变得很自然 很欢喜去面对了 听说有不少学佛 甚至念佛的同修 虽然也念佛 不理解往生 看到有人真要往生 他觉得很好笑 你还念佛往生 你念佛都是要求保平安的 但是不理解 往生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那就非常可惜 进了成佛的工厂 最后出去还是个凡夫 那岂不是空手而回吗 所以认识到之后 我们就要把握 这是一个无量皆来 岂有难逢的因缘 只能错过 这是 下背往生 广泛包含一切众生 我们换个说法 下背往生 就是凡是有缘 遇到净土法门的同修 只要愿意去 下背往生 没有理由说去不了 只有自己不愿意去 所以愿很重要 不能往生呢 信愿出问题 然后行方面也会有些问题 行是什么呢 行就是修行 念佛人修行的方法 从形式上看很简单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八十一句阿弥陀佛念好 就是修行 而且说得很明白 怎么念呢 就是用口去念 口念弥陀 这是修行啊 修行大家可能还觉得 不太好理解 我说的具体一点 修口 先从口修起 修行嘛 身语意三叶行为呀 念佛法门 尤其是持名念佛的方法 直接了道 教我们从口修起 其实修心最重要 但是一开始我们修不到心 管不了那个心 那怎么办呢 先管好了这张口 先修口 《无量寿经》 积功累得第八品 里面讲善户三叶 一开始就讲善户口业 在众多的行为中 这个嘴巴是最不好修的 真是不好修 嘴巴不仅仅会吃饭的 嘴巴还会造业 嘴巴能够帮助一个人 也能害死一个人 嘴巴能够 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也能把我们送到阿比地狱 所以这个嘴巴很厉害 要管好它 所以念佛人修呢 就先从口修 可最容易说是非 最容易说这些无意义的话 现在呢我们念佛 是非呢就少说一点 是非少说一点 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了少说一点 我也少说一点 大家还没听明白 少说一点就是还会说 只不过说的少一点 为什么没说让大家不要说呢 做不到 就是跟大家说不要说不要说 走出去又说了 说了之后 我又说了 于是又忏悔 忏悔完了又说 习惯了 养成习惯了 有意无意就这样 所以才说呢 尽量少说 不要说是非 是非天天有 不说 自然就没了 是非怎么来的 本来 芝麻绿豆大典的小事情 就是被大家说过来说过去 变成国际新闻 就是这样 所以古人说 谣言指于智者 谣言就是无根的传言 不管他对还是不对 只要是负面的 有智慧的人听到 马上制止他 你不要再说了 再说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学佛人 也算是个智者呢 大家学觉悟有智慧啊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要说是非 不要说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自己看到是非 也不要说 就是有也不要说 另外一个意思 别人说是非 给我们听 我们不要再说给别人听 我们不要变成别人的传话筒 这一点很关键 这个就是有很多人的 一种习惯 他跟我说的 我跟你说 你有空的再跟别人说 有这个时间 为什么不念念佛呢 为什么不说说佛华呢 所以先从口上修 行上 知识名号 一项专利 如果信愿行这三方面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一生肯定往生 这是上中下三倍 最起码我们这一生下倍往生 一定要 一定要 正确 在这个基础上 力正上游 中辈上辈 乃至上平上身 好 前面的经文呢 我们基本上就学习圆满 告一段落 那么后面还有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是另外的 是在三倍往生之外 补充说明 称为一心三倍 就是修学其他法门的同修 念佛往生净土 可不可能呢 也可能的 阿弥陀佛 有这个愿 修学一切法门的行人 只要愿意往生 阿弥陀佛 都会来见 这一段经文 留在下午 再继续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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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